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而持即连 仁臣之大劫 今也以贪贸之故 而往上臣劫安在 纵令一时富贵 多见玄中 破败 子孙狼狈一些 这些事情在现代的社会 可以说是非常普遍 昨天 三重廖居士来看我 谈到最近台湾的社会状况 告诉我 比起沐西第41期对于世纪末的统计的数字 主要是美国的青少年 他是由固执而无不及言 从这一句话 从这一句话 我们就仅仅到末日确实不远 他最近大量的运送 博国歌 他是已经印了六十万次 台湾2千1百万人 六十万次 博国歌能不能产生效果呢 也只是静人事而听天命了 所以我告诉他 李老师在往生前一天下午 告诉学生说 这个世间大乱 届时佛菩萨神仙降师都救不了 这是唯一的一条生路 老师念佛求生净土 我现在越想李老师的话越真实 再想到民事法司给我们传递的讯息 北朝鲜的山神也透露了消息 天上不安全 地上不能住 想来想去 还是西方极乐世界好 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 绝不频繁 在我看来 这是祝福如来 大慈大悲的视线 六道凡夫 原本烦恼就重 我们在百发明门 我们在百发明门里面看到 善心锁 只有十一个 卧心锁 卧心锁的烈量 远远超过善心锁 所以古生鲜血 无不重视教育 无不重视教育 尤其重视儿童的教育 善的理念 善的行为 一定要从小培养 中国教育 识从胎教 对小孩教育 什么时候开始 母亲怀孕的时候 就开始了 用心良苦 目的何在 我们现在很明白了 目的是 习求 学会 享和 众生 和目相处 平等 对待 互相尊重 互做 互做 稍稍受过 神仙 教育的人 懂得 学籍为人 所以 社会知识 才能维系 几千年 每一个时代 国家的领导人 社会上知识 人 无不重视教育 所以教育工作 就如同 合体的 防范 一样 稍稍稍不谨慎 这个堤防 就崩溃了 洪水 沉灾 无法 挽救 今天在这个时代 恒不信 我们没有重视 这个堤防 没有用心 去防范 能力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人与人的关系 全面崩溃了 我们展开 感应篇 感应篇里面 所说的善 在现代的社会 很难得见到 感应篇里面 所说的我 在这个社会 普遍 而且加速度的 在蔓延 在增长 佛告诉我们 一报 随着正报转 正报 是人心 是社会大众的 思想 见解 行为 造作 如果这一切 都是不善 那就是佛在经上 常常讲的 无浊卧式 今天 主我 到了几点 天灾人祸 是国报 这个国报 如何能够 避免 我们冷静思维 几乎是 不可能的了 在这个时候 怎么办 我们实在 没有能力 帮助别人 回过头来 要知道 救自己 救自己 这一句佛号 二六十中 不可见断 真正要放下身心世界 一心向佛 一心向阿弥陀 这是自救之道 天木山 齐苏平居士 最近 给我送了一个 落箱袋来 告诉我 他自己 说佛 这些年 亲身的感应 其中 有一条 叙蛇 他父亲 附在他 小儿子身上 告诉大众 地狱的恐怖 他非常幸运 有齐苏平 这样孝顺的女儿 认真 努力 在修学 护持 正法 以这个功德 他能够从地狱 抄损 附在他 小儿子身上 把这一段公安 因缘 给我们说出来 劝他女儿 要把这些四十 多多地告诉世人 劝勉世人 断我 修山 回头 是岸 以往 以往 我们 遇吃 蒙 微 造作 许多 卧业 只要 这一口气 没断 回头 都来得及 这是大乘经里面 特别是 观无量寿景 佛给我们 说得很清楚 也举出 很多的 例子 佛陀在世的时候 二舍世王 造 无力 食物罪 我们回想 我们这一生 纵然造作 许多罪业 还没有像 二舍世王 那样严重 佛在经典里面 告诉我们 二舍世王 临终的时候 忏悔 知道自己一生 做错了 回心转意 痛改前非 念佛往生 他如愿一场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他是上品 中生 我读到这段经文 非常惊讶 我惊讶的 不是别的事情 无力 使我 忏悔往生 我相信 我不惊讶了 但是 品位 居然这样高 这是我意想不到的 所以我才了解 求生西方 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 我们平常 熏修 依照 经论的 教训 老老实实 依教奉行 积累功德 求愿往生 另外一种 这是造作罪业 临终 忏悔往生 两个方式 忏悔的 忏悔的 功德 不可思议 我们 决定不能够 倾施 也就是 我们见到一些造作罪业的人 不可以 不可以 亲满他 我们是 肉眼 凡夫啊 我们 见不到 他要在 临终 真实 忏悔 可能 他往生的 品位 还在我之上 这是 很有可能的 我们怎么可以 亲满别人 修佛 最重要的 在厨师 待人 借物当中 处处 清虚 忍让 四四 尊重 别人 对自己 决定 有利益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三重 廖居师 到场 几百个同学 每一天 用 不过歌 来分析 减点自己 这一天当中的过失 忏悔 改过 这是学 了凡 四讯 把了凡四讯 落实到自己 生活 行持之中 这个修行法 很有效果 但是 一定要持之 遗憾 才能够受效 没有狠心 没有耐心 这个在佛法里面讲 这是 剥福之相 也就是说 没有佛报 佛报 非常浅薄 这样的人 纵然 发愿 想修行 依然 天天在噪音 我们以很客观的 来观察 绝对不是 诅咒 他们 他们的前途 一片黑暗 不敏 三途 这是自己 不能够奋发 不能够克服自己 毛病 稀奇 什么是真真 有福的人 古人所为 严以律起 宽以待人 这个人 有福报 对自己要 严格 克服自己的 烦恼 稀奇 如果 烦恼 稀奇 重 业障 深重 古德 教给我们 用拜佛 忏悔的 修学方法 这个方法 有效啊 万云放下 每一天 礼服 三千拜 古人用这种方法 三年 业障消除 智慧 现前的 比比皆是 我在 出修学佛的时候 参与法师 教我这个方法 那个时候 我跟他一起 住毛棚 他老人家 每天拜佛 三百拜 他拜的速度 很慢 我在他 毛棚里面 每一天 拜八百拜 我住了 五个半夜 我们毛棚里面 有一位 大宗法师 东拜人 他每一天 拜一千 两百拜 我们拜佛的时机 分三次 造成 三点钟 起来拜佛 拜到五点钟 两个小时 中午 吃过午饭之后 经行 回来之后 拜佛 拜一个小时 晚上 吃完晚饭之后 六点钟 拜到八点钟 山上 九点钟 就休息了 九点钟休息 两点钟起床 生活非常有规律 所以 祝珠 确实能够 灿除 业障 知道一个方法 只要能够坚持 波兵 这个人 就有福报 这个人 一生 就走向 成功之道 泄脱之道 所以我们 读感应品 这是 应光大师 教导我们 用这个小测词 每一天来 繁星 间谍 如果自己 还常常 犯这些 卧衣 自己心里 很清楚 必堕地狱 如果要 微惧地狱苦 赶紧回头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 讲到此地 请不吝点赞